大家關心第一檔的相關消息 根據雷震報的統計 前台建築首席紅燈 是有五十一驚 紅燈九十六驚 雷震報長林苗昌就說 就要提供協助 主題來進補強 相關是補助四百五十萬 如果台九山會清水球回去 高通報長翁國債就說 不正推動 所法案的結婚 一百二十一年完工的失程 並沒有改變 四月找三地檔之後 發電的財政是很嚴重 除了造成軍官的傷亡 要再出現建築物修順 崩起臺灣的財政 八十歲處的人無處長大 經濟內政部的統計 到四月十一位置 經過全家軍官現場合覽後 已經派進建築物修順的是紅燈 全台灣有五十一驚 紅燈的有九十二驚 提供後這些修順的處 要如何收穫到中間 如何安地災民貼助他們的生活 也引起調查理會的關注 再去內政部長林苗昌在立法院表示 除了提供多元稅處合作方案 主體中間 確實是修理理性的補貼 內政補強最多補助四百五十萬 常設性的重建單位進行這樣子的補牆的業務規劃嗎 我們本來的機制都在 我們平常都有補助地方政府 它如果有耐震補強等等 它可以來跟政府申請 不過並不是三十年以上的房子 它就是危險的房子 僅僅是東華大學 各縣市政府有非常多的大專院校 裡面都有理化工的實驗室 化學的實驗室的話 它的一個防災的相關的準備的工作 包括它的一個器具跟資源 這個必須要做整體的一個檢討 這次的第一天 也提出台九山 所法羅隆的沈水球回去 路不通 不然都靠旁邊1930年 日本時代九州 當作臨時的便當通行 每一天採採的四大關節 等三通行 共同部長王國債說 不然當在推動所法案的計劃 這個路段也在做時改善的路段 今年二月環平專案修組 拿出很多意見 岸上四月份上專案修組 專上環平台會 111年完工的事情不改變 王國債表示 所法案價位裡面 好人到總條這段 就發生包括去年大清水 南平房間口崩去 還有幾次大清水房間口的球回去 兩次嚴重的災害 所以由科興興到總學規劃 卻對好人到總條這段 做條件改變 會把2.5公里底的房間 改造時10.2公里長的房間 減少行車的方向 推動所法案 讓法黨的面臟有最安全的路 這是第一要緊的事情 記者 總學報道